下面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位老人来自于瑶的丁大妈 前段时间丁大妈的儿媳妇生了 今天她凌晨四点就出门 从于瑶挑着扁担转了两趟车才到了萧山 想看看刚刚出生的小孙女 可到了地方儿子却一直不接电话 在萧山汽车城我们见到了丁大妈 丁大妈热得满头大汗 身边是她这次带来的好几个包裹 丁大妈家是于瑶的儿子今年32岁 上个月儿子打了电话说生了个女儿 这次丁大妈是专门来看小孙女的 我老的子她说不要来 我说因为生了肯定要来她去 我拿些东西来给她们 我去的世界中吃早了 丁大妈说早上四点钟她就从家里出来 从村里坐车到于瑶又从于瑶坐车到萧山 一路上扛着扁担里面有她给儿子一家带的米粉火腿和豆皮 还有给小孙女准备的小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 一筐鸡蛋还有一只活的土鸡 但这会儿已经死了 你事先有没有跟她联系过啊 我自己给她联系过的 我说我来 我生气给她女儿好一点 我说来她去 我说我懂得你老婆我还吃不下 她我老婆也给她吃 你老婆还吃不下的 你给她一定行 给她来她去 她说好 旁边的商户用他们的手机也帮忙给丁大妈的儿子打过电话 但都没人接 丁大妈说只知道儿子在萧山汽车城里的一家公司上班 但具体是哪一家做什么她不清楚 有商户假装客户给丁大妈的儿子发了短信 对方回复许总去厦门出差了 丁大妈说儿子大学毕业后和家里来往就少 四五年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两个人去年结婚 那你们平时联系多吗 那我给我打给她 给我讲是 给我非常打给你的 从大学这里那个大学读完就不来了 大学读完以后就不来了 不来往了是吧 不来往了家里不高兴来了 丁大妈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好 之前给人家做保姆 老公在工地上打零工 到处借钱才供这个儿子读完大学 儿子是名校毕业 结婚的时候儿子向他们要钱 因为经济实在困难 丁大妈给儿媳妇一条金项链 丁大妈说这身衣服还是她这次来之前特意买的 记者又给丁大妈的儿子打了一次电话 但仍然没人接听 最后丁大妈决定走了 回去 这些原本打算给儿子一家的东西 丁大妈又挑着走进了车站 1818黄金的记者报道 看着老人的背影心里酸酸的 不知道丁大妈的儿子儿媳妇看见了吗 我们愿意相信这对母子之间 可能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矛盾和过往 但毕竟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 即便有些地方做的不对 但又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呢 也有什么是不能包容的呢